上回书说到了飞天带王挫子至军章 进了王莽的先锋关巨无霸的大营 巨无霸看见挫子了 非常喜欢挫子 就要收挫子为义子肝儿 把挫子可气坏了 因为至军章要比巨无霸大好几岁呢 可是为了给三弟摇旗报仇 小挫子至军章就把这口气忍去了 巨无霸收了这么个义子肝儿 非常高兴 小指导 我暂时派你为十二元臣官的四十官 谢过先锋大人 为什么还有元臣官呢 因为古时候没有钟表 在军营中为了掌握时间 军营中呢就十二个五支官 每个官管一个时辰 这十二个官统称叫元臣官 到哪个时辰呢 哪个时辰的五支官当差 九把就叫至军章当了四十的元臣官 等巨无霸退了账之后 有人就把至军章安置在十二元臣官的寝账 至军章有了那份差事 白天是当差 到了夜里头 等他到了寝账之后 不管寝账里有人没人 挫子呀 就把全身的衣服全都脱光了 赤条条的往这被窝里钻 然后把枕头也搁到被子里边 把所有的衣服鞋袜子全都塞到自己被窝里头 别人都看着别扭啊 谁也不知道至军章为什么这么睡觉 至军章有他自己的想法 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小丑子就在被窝里头 把衣服穿好了 把靴子穿好了 把帽子戴好了 然后拿着枕头 把这被子那么一支 他从这被窝里出来 你要从外头看呢 好像挫子在这被窝里睡觉呢 其实他早就溜他出去了 因为挫子得想办法刺杀巨无霸 给三弟摇旗报仇血痕 等他到了巨无霸大营 到了巨无霸寝账 这么一看 挫子至军章可愣了 这个巨无霸睡觉他有毛病 巨无霸也怕别人伤害他 所以巨无霸的寝账之内灯火通明 又拔个战将在旁边保着 分成三拨轮流的伺候 先锨关巨无霸在这睡觉 所以你没法进前一步 就这样 一天两天三天 小挫子至军章 没办法靠近巨无霸呀 取不了巨无霸的向上人头 就没法给三弟摇旗摇此矿立功赎罪呀 至军章急坏了 只好下决心放火烧巨无霸的良台了 所以在第三天夜里睡觉之前 小挫子就把萤火之物全都准备好了 等到别人睡觉了 他又照这办法 又打被弯里钻出来 带着萤火之物 就施展燕子纵云的功夫 撑的一下 就窜到良台之上 把这火就给点着了 这良盾太高啊 别人看不见 他点了不少处的火 然后悄悄的回去 往这被弯里一钻 脱了衣服 假装睡觉 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一顿饭的功夫 酒吧大营良台就失火了 嘎 嘎啦啦 烈焰飞腾 等着看良台棍的兵 看见良台火起了 一阵大乱 赶紧禀报先锋关酒吧 这时候火就烧得非常大了 救都不好救了 这把大火就算烧起来了 摇旗在昆阳城里正着急呢 忽然间听见外边有了动静 马武层旁跟杜茂 拉着摇旗就出来了 站在院中 往正南一看 这把大火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摇旗心里这叫痛快 马武想问他 这把火是不是你朋友放的 是不是烧得酒吧良台 马武干要张嘴 还没问呢 就在这时候听帅府大唐 巨匠鼓就响了 中斩将不敢怠慢 赶紧回到屋中 顶盔冠甲 赵袍束带 拴杀实务 所有中斩将 呸挂齐了 就来到帅府 伺候元帅 等二通巨匠鼓响 刀副手 绑副手 中军官 棋牌官 齐局大唐 三通鼓响 元帅当于 稳坐在帅案之后 汉太子刘秀 坐在龙叔案后 将士儿郎 参见元帅 拜见千岁十万里 然后站立两旁 就在这时候 南门的守将来到大唐之上 骑兵元帅 南门外敌人大营 梁台起火 摇齐这份爱听就甭提了 嘿呦 我这挫哥哥哥 真一把火火烧九霸大营梁台呀 挫哥哥 你太高了 他这儿没呢 大帅当于就问他 摇齐 这把火 是你朋友放的吗 哎 元帅没错 是我朋友放的 既然如此 本帅冲你的朋友 给你立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功劳 就把你将功折罪 现在本帅设你无罪 从今往后 姚秦你可要好好当差 身为四路总印新风官 你要再犯军规 本帅是定斩不饶 姚秦立刻跪倒在地 谢元帅 然后站起来 望回一退 元帅邓宇 就跟所有的战将说 众位将军 你我陪同千岁 到南门外 城头上登城一望 尊令 众战将齐声尊令 然后就陪着千岁刘秀 元帅邓宇出离大堂 在帅府门外上了马 齐催坐骑 各斗思江 穿街月巷 来到南门 等下了马 顺着马到上城 在城上 往南边一看 旧把这座大营火攻冲天 照得跟白天一样 人声呐喊 嘲嚷不止 咱们再说先锋关旧把 得报大营 梁台失火了 旧把并不慌张 来声掌办公 巨匠古一响 先锋关 九把声掌了 重战将参见先锋大人 然后九把就派左军战将四园 去查看左营 右军战将四园去查看右营 前军战将四园去查看前营 后军战将也是四园去查看后营 这四座营寨当中如果有兵将私离殉帝 自相惊扰 用不着请示 就地就杀 这叫就地正法 然后又派了五百名弓箭手 立刻到前营 营门这埋伏 好防备昆阳城的汉兵汉将借机会杀出来 先锋关九把分配完了之后 这才传话派人救火 九把调动有方 营中并不狠乱 时间不大 有人来到中军大帐 启禀先锋大人 梁台失火 梁台棍 为罪 自问而亡 好 九把点了点头 立刻派人去调查失火的原因 等着调查清楚了 好写好公文 禀报三军统帅 三骑王大刀苏献 火呀 很快的就被救灭了 可是九把并没有查到失火的原因 就在这个时候 一次禀间盟徐世英 带着手下亲水人等来到了中军保障 九把一看 医子并肩亡来了 赶紧起身相迎 拜见千岁 居先锋 请坐 千岁请坐 两个人落座之后 徐世英就问九把 居先锋啊 梁台失火 你调查清楚失火的原因了吗 千岁 查了半天还未曾查明 哦 请问俱先锋 你这营中 来没来生人呢 这 哎 千岁 生人倒是有一个 可是这个人才来三天 据我 据我爸想 这个人是办不了这么大的事情的 好吧 请俱先锋 把这个人给我叫来 孤家看一看 察言观色就能看出来 梁台失火这件事跟他有关系 还是没关系 好吧 九把马上传下话去 来呀 换萧直达进账 支的棋牌官就到了原尘官的寝账 一看这小挫子 志军章呢 在被弯里睡的还真行 这呼噜打的震天响啊 喝 齐牌官心说人小呼噜大呀 哎 小指达 别睡了 先防大人叫你进账呢 其实志军章啊 根本就没睡着 他听见了 假装没听见 接茬打他的呼噜 齐牌官叫了半天他不醒 赶紧回到先防大帐 回禀先防大人 肖志达睡得正香 呼之不醒 叫之不应 好吧 那就把肖志达连床榻一起抬来 遵命 齐牌官一声遵命 马上带着两名兵丁出了中军大帐 到了十二原尘官的寝账 就把这小挫子志军章连人带床榻一块就抬出来了 抬到了中军大帐往当中的一放 就把用手一指来将肖志达给我叫醒了 其实挫子志军章全都听见了 这兵丁站在床榻旁边就叫 哎 小指导 小指导 先防大人叫你 这是中军大帐 志军章就是不行 急得齐牌官用手一掀他的背后 徐世英跟合掌之人再一看这小挫子志军章 全都愣了 这个小挫子志军章一丝不挂 赤条条在床上躺着呢 齐牌官又推了他好几把 志军章一翻身 爬起来往床上一坐 两只小手一抱肩 假装动得只哆嗦 两只眼睛只翻白眼啊 一次并肩往徐世英一看这小挫子 心说这人这么瘦这么小 他能一把火火烧巨先锋的梁台吗 不对吧 肯定不是他干的 徐世英正在这琢磨呢 突然间就听见营中一阵大乱 啥呀 好厉害 人形啊 徐世英跟先防官巨尤霸就一愣 不知道大营中又出现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候 拦起小校来到帐中跪倒在地 启禀先防大人 有个人雄似的人 手使月牙铲杀入我营 兵将们拦挡不住 我并损伤不少 来呀 背马抬刀 九把马上传下话来 就率领副将牙将 在中军帐前上了马 亲兵小到二百七队了 打着季先锋的登楼 举着火把 顺着声音 就勾奔后营 等到了后营 就要看见前面三员敌将 跨下马 掌重兵刃 杀的自己家的兵将是东跑西窜 就把勒马停蹄 站住不走了 来 我并闪开了 副将牙将 众星捧个一般 簇拥着先锋关 巨尤霸 营重的兵将一看 先锋关 巨尤霸到了 全都四百三海了 就这样 闪出了正当中 闯赢的敌将 巨尤霸跟手下 偏将牙将一看 跨马持铲的 头一个闯赢的到了 这个人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足够 仗衣开外 打三天 这身子就跟大扇门面似的 威武雄壮 看面貌 面似黑锅底 黑中透亮 两道大扫子眉 斜插入殡 直入天仓 一伤大怪眼 这两只眼睛 都快掉出来了 这鼻子好像个大乘驼 高颧骨 大嘴叉 连边落腮的短缸 在腮边扎上着 头上没带盔 身上没披甲 脑袋上的头发 往下披散的 搭在尖头之上 这时候 正是十月的天气 冷啊 可是这个人 一件棉衣都没穿 只穿着一身 短小的 夹衣夹裤 这身上露出了满身的寒毛 根根都有二寸多长 黑乎乎的 你要从老远一看 这个人就好像是个人熊 跨下这匹马也新鲜 好像上边长得一块赖 又是一块赖 赖接着赖 其实这匹马是匹好马 马的名字叫赖麒麟 这个人 手中拿着一条 冰铁月牙 方便铲 九霸一看 哎呀 认识 这个人 是南洋 富春山 清修冠里 烧火的道人 九霸心说 就凭这个 不会武艺的人 也敢杀入我营吗 举先锋 不由得冲冲大怒 往前一催马 摆大刀 就赢过去了 这人是谁呀 书中暗表 这个是 冰铁月牙 方便产的人 姓人名 尚自普良 这个人尚是南洋 晚城的人 清哥俩 他排行在大 他的兄弟 就是保着 刘秀的 弓箭铺掌柜 的人光人普照 现在人光是 刘秀手下大将 在昆阳城里当差呢 当初人上人光 父亲去世的时候 留下了极倾良田 他们家呢 还算很富裕 可是大爷人上的 糊里糊涂 什么也不知道 虽然不吃喝嫖赌 但是他有多少钱 他就花多少钱 有人就坑他 有人就骗他 只要跟他说两句好话 他就忘出掏银子 二爷仁光是个读诗书 明礼义的人 也不好难为自己的哥哥 可是又怕哥哥 把所有的田产花尽了 全家老幼断了收路 就请出许多亲友来 给他们哥儿俩分家 当然是田产 美人一半 哥儿俩就分家度日了 不到一年的光景 这个人上就把祖传的产业 卖得一干二净 全都花光了 人上没钱了 没钱找兄弟人光去吧 二爷仁光 手足情谊很重 哥哥来了 哪一回也不能让哥哥空手回去 连吃带喝 走的时候给哥哥十两银子当铃花 可是十两银子 八两银子 到了大爷仁上的手里头 用不着三天两日就花没了 花没了 又找二爷来了 吃饱了喝足了 二爷往上递 十两银子 哥哥您当铃花用吧 老这样二爷仁光也供不起啊 后来人上再找二爷仁光 仁光呢 就好吃好喝 伺候哥哥 等哥哥吃饱了喝足了 就不给哥哥零花钱了 仁光不给他钱 哎 仁上还生了气了 我再也不找你了 这大爷仁上说话算话 从这时候开始再也不找兄弟仁光了 可是大丈夫疼痛能耐 饥饿难熬啊 人上肚子饿 他想吃东西 他急呀 没钱 怎么办呢 就在大街上抓吃抓喝 吃完了 讲号 一般的人都打不过他呀 得了 把这大爷放走了 全都找二爷仁光来了 没别的 仁二爷 大爷把我们打了 把我们家的钱还抢了 吃的也抢了 您看着办得了 仁光没有办法 只好再掏出钱来 替哥哥仁上说好话 就这样仁上在外边抢吃抢喝 大家伙就埋怨二爷仁光 你怎么不管管大爷呀 众位呀 你们是不知道啊 不是我不管我哥哥 他不来见我 你们奶妹要是知道 他在什么地方受点累 给我送个信去 我把我哥哥好接回家中 这就好办了 二爷仁光说的还真是实话呀 仁光派家人各处找大爷仁上 仁上看见仁光家的人 撒腿就跑 他不回来 也别说这大爷仁上还知道寒碜呢 也知道给兄弟招了事了 这天仁上在万城县的北门外桥上坐着发愣 他肚子饿 有人看见他了 立刻撒腿跑到仁光的家中 二爷您赶紧去吧 大爷就在北门外桥头上坐着 仁光赶紧来到他哥哥 仁上一看兄弟来了 人上虽然混 也知道在外头抢吃抢喝 给兄弟丢了人了 兄弟来了 自己对不起兄弟 得了 他一狠心撒腿就跑 仁光在后边就追 哥哥 你回来 兄弟有话跟你商量 你回来 不管仁光怎么喊 追出多远去 也没把仁上追上 没有办法 二爷仁光只好回家了 仁上上哪了 他怕兄弟追上 一口气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去 还怕兄弟找自己 就藏到山里头了 他可忘了 到山里没吃没喝呀 等着仁上到了山里头 找遍了山道 就没看见个卖吃的 哎呦 这事可把我饿着了 仁上坐在山里的发愁啊 突然间山里起了一针怪风 风起来 飞沙走石 仁上这么一闻 兴气扑鼻 他顺着风声一看 一声吼叫 有打山中 穿了一只斑斓猛虎 要是搁别人呢 早就被老虎吓得魂不附体了 哎 仁上不害怕 他腾腾腾脉打步 他奔了一只老虎了 这老虎看见人能放吗 常言说得好 人无害虎心 虎有伤人意呀 老虎冲着人上 猛的就一扑 人上往旁边一闪 老虎扑空了 打 拿着胯就打着人上 这下就把人上摔出多老远去 扑通一下 把人上摔着一大跟头 猛虎又扑过来了 人上气坏了 好小子你 你摔我 这回瞧我的 他一看老虎二次扑来了 他把身子一闪 这老虎扑空了 人上的手啪 一伸 就把老虎的一条后腿给抓住 跟着一只手 又把那个后腿抓住了 两绑一晃千斤之力 浑身的力气用足了 灌到胳膊之上 就把这只猛虎给举起来了 这只老虎本来要吃人上 没想到人上 把他给举起来了 这老虎不敢 老虎跟他正蹦啊 到底人上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但是这个那种 我可以拒绝了 我们下回来 为什么我拒绝了 怎么在这个地方 我拒绝了 所以我可以拒绝了